大家好,我是麦子权的讲师摩尽的 这节课继续为大家介绍GitHub的相关 我们先看课件 在远程这一块 我们讲到的GitRemote, GitPush, GitClone 以及上节课讲的两个比较关键点 GitFetch和GitPool 这节课我们将讲Fork和PoolRequest 对于Fork,这个单词本身的意思就是 X字的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登录一个其他的账号 我登录进来之后 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人的代码写得比较好 他的GitHub的地址是这个 我就直接访问他的这个地址 我觉得他里面的Test相关的项目写得非常好 我想把他的仓库放到我的仓库里面 后面的话我就直接访我的仓库 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 GitHub就提供了一个比较便利的工具 就是Fork 好,我们先进入这个仓库 进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 是有一个Fork 我们可以将鼠标移到这个Fork里面去 可以看到它是将这个账号下面的Test的仓库 保存到你的账号里面 好,我们点击这个Fork 可以看到Test的这个仓库 就到了我这个Magina2016里面来 可以看到我这个账号里面 就是Test的信息 这个Test的信息包括提交的次数 分支和贡献者都会原封不动的超过来 我们可以随便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版本信息 可以看到和之前账号里面的Test的版本 是一模一样的 当我将这个代码Fork到我的仓库之后 我可能觉得之前你写的代码有一点点bug 我现在需要修改这个bug 我可以将代码一clone下来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里的话为了演示方便 我们还可以直接在GitHub的后台去修改代码 比如说我们进入这个Test项目 我觉得这个样式有个地方有bug 我需要修改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edit 然后我们在里面去添加点什么内容 比如说我要为你这个body 添加一个样式 好 方说这个时候我修复了你的bug 然后我就需要将我修改的内容提交上来 我们直接将这个修改提交到must分支上面去 当然你也可以创建新的分支去提交 我现在提交我的修改 然后这一块大家可以填写自己要修改的内容 我们现在直接点提交修改 如果大家不填写的话 它会以自己默认的字符串帮你填写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我已经提交了这是修改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文件 是有两个贡献者 一个贡献者是原作者 也就是我fork过来的那个账号 另外一个作者就是我自己 当我觉得我将原作者的bug给修改好之后 我可以通知原作者 他有一个bug并且我帮他修改好的 看他是否需要 我这个修改的bug 可以通过 也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 pore request 去通知 好 我们点击这个pore request 创建一个新的pore request 然后这里他会列举我们fork下来仓库的变化 大家要记住 pore request一定是你fork别人的项目的时候 才会存在pore request 否则是没有的 所以他这里会自己帮我们列举出来我们fork项目的变化 并且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修改选择pore request的分支 因为我们刚才是在must分支上面的修改 所以pore request的时候也应该选择我们fork这个账户的must分支 这里会显示我在他的版本修改的信息 另外这下面会显示修改的详细信息 在style.css里面添加一个body的样式 好 发现这次pore request的信息没有错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创建这个pore request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pore request去留言 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body的style 好 当我们选好留言之后 还可以添加一些附件给原作者看 这里的话我就不去演示了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可以看到在这个仓库的pore request在这里 我已经添加了一次请求 现在我就可以等待原作者是否接受我这一次的请求 好 现在我们切换账号 去登录我以前的那个账号 当我们登录的时候在第一条消息就会发现 Begina 2016 开启了一次pore request的请求 这个pore request的请求包括一次提交 三个额外的添加和零个删除 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具体的仓库里面去查看他修改的哪些内容 可以看到他给我的留言是增加的body的样式 他所对这个项目修改的版本信息 就是在这个下面 然后在这里 我就可以选择我是否需要合并他的pore request 如果我觉得他在这次修改对我有用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合并 如果我觉得他没用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里留言 来关闭这一次pore request 或者说我直接在这里评论 先不去处理 好 这里的话我觉得他的确修改了我的bug 我需要合并这一次pore request 所以我就可以点merge pore request 好 这里他还会有一个提交的提示 其实我们合并别人的pore request 也就相当于我们修改自己的代码 并将自己的代码提交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git commit是一样的 他为我们写好了git commit message 好 我们现在直接点确认合并分支 好 这里可以看到一条新的记录 就是我已经合并了这一次的pore request 到yn32167的must分支里面 后面这个按钮又可以看到 后面我又想着想 我的代码是没有bug的 可能是我刚才想错了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revert 去撤销这一次的合并 所以大家看到这 就会觉得git hub这个平台是非常方便的 首先它开放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优秀开发者的作品 并且每个开发者和每个开发者之间 都会有一定的互动性 比如说我喜欢你的代码 我可以直接fog到我的仓库 或者说我喜欢你的代码 但是我发现你的代码不够完善 还是有些bug 但是我愿意帮助你的完善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pore request 去帮你完善这些代码 另外对于原作者来讲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特别是对于大的项目 你很难保证你的代码没有bug 或者说你很难有很多人帮你去测试 但是在git hub平台上面 可能就会有其他的开发者 帮你去测试 当他们测试好问题之后 甚至会直接为你提供解决的办法 当他们通过pore request 帮你提供的解决办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筛选 去选择是否接受你的解决方案 这样一个项目下来 可能就是有很多开发者共同完成的 这样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git hub这个平台的 好 关于fork和request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git hub的相关知识 也讲的差不多了 对于git hub这个平台 它是有自己的构端工具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 用客户端去控制本地的代码 可能会更直观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需要 会一些命令 不管你是在windows平台 还是在linux平台 都需要会一些基本的命令 这样有助于自己去了解git的操作方式 后面的课程 我会具体的为大家介绍一些 在实际的项目中 运用git的一些小技巧 好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